一家三口中标 肋骨痛症肺癌剩八个月癌末重生关键曝光 一名26岁妙龄女咳嗽将近一个多月迟迟未愈 初期以为只是小感冒 多次前往诊所看病拿药 却迟迟未见好转 到医院求诊检查 照X光发现肺部有异常肿块 净确诊为肺癌第三期 近年来肺癌年轻化 且不抽烟也躲不掉 长期咳嗽要小心肺癌警讯 而目前最好的抗肺癌方法 就是定期筛检 早发现早治疗 肋骨痛症癌末剩八个月 两期蛙人退伍的63岁 梁先生不抽烟 身体硬朗 十年前突然左胸痛 检查发现是肺癌四期 已经转移到胃骨 肿瘤有四公分大 原本预估只剩八个月到一年的寿命 所幸经过积极治疗 包含手术 标靶药物治疗等 虽然期间三度复发 仍成功抵御病魔 肿瘤已消失 幸运存活于十年 肺癌病患 肺癌病患常有咳嗽 咳痰 胸痛 呼吸困难等症状 新光医院肿瘤治疗科医师杨凯琳表示 其实早期肺癌大多没有症状 等到症状确诊时 多半已经是第四期 一旦是肺癌末期 五年存活率 期紧不到二成 且肺癌特别容易转移 最常见转移到脑部 淋巴 肝脏 其中 脑部出现神经压迫症状 类似中风 不少病人起初以为中风挂急诊 检查出脑部肿瘤 间接发现是肺癌转移 胸腔科医师苏伊峰也说 许多肺癌患者从有呼吸道症状到医院求诊 已经是肺癌末期 一过去临床经验发现 等患者有不适症状来求诊时 约六 七成的患者都已经是末期 无法开刀 而为何这些病人都要等到末期 才来求诊 原来可怕的是肺癌出息时 根本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肺癌诊断当时常常已经是末期 许多网络知识或者教科书都会告诉民众 罹患癌症时会出现食欲不佳 体重减轻 疼痛 全身倦怠 雾心 呕吐 咳嗽 呼吸困难 但是这么多年看下来发现 肺癌初期患者常常几乎没有以上的症状 顶多只有轻微的咳嗽症状 如此造成肺癌早期针断的困难 一般来说肺癌病人等到有症状来求诊时 只有三成患者有机会开刀 其中更只有少少两成的患者有机会完全治愈肺癌 肺癌会家族化 它一家三口全中标 上述案例中 梁先生的肺癌是基因细胞突变所致 而杨凯琳医师也提醒 肺癌患者可能有家族集中的现象 一名52岁 吴先生的父亲因肺癌末期网生 因此吴先生便安排了健康检查及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检查 确诊肺癌第一期 所性经手术切除复原良好 而吴先生的姐姐为确保身体状况 同样也接受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检查 竟也发现肺癌第一期 杨凯琳医师解释 若二等亲中有罹患肺癌 家属罹肺癌风险会比一般人高很多 目前低剂量电脑断层被视为能够早期发现肺癌的检测工具 建议高危险群药定期筛检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存活率可高达九成 因此维持良好生活作息 定期渐渐皆为药物 若有家族史更得格外留意 肺癌高危险群 过去有其他癌症病史 家族中有亲人得过肺癌 有家族肺癌 有家族肺癌病史 抽烟或者暴露在二手烟之下 生活在高度空气污染环境之下 常常吸入如厨房油烟 工厂废弃或交通废弃 常常常吸入如厨房油烟 工厂交通废弃 预防肺癌 全卫医师点名 应养肺癌 应养肺四好食 应养肺四好食 预防肺癌 各不容缓 日常饮食就有效果 全卫医师的防癌关键饮食一书提到四种有助于保养肺部的好食物,像白色蔬果式肺部护身符,有助保护肺部和支气管。 而海带类是优秀的身体倾倒肤,因为里头的成分可吸附侵入人体的有害物质并排除体外。 白色蔬果、花黄素、Anthaxanthi、聚温热性质,可缓解咳嗽、去痰。 包括萝卜、洋葱、梨子等。 海带牙、昆布、粘液成分藻胶酸、Organic Acid,可吸附侵入人体的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微塵、农药成分等,再将其排除。 苹果、分野、 foods 。苹果、芬兰研究报告显示,苹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黄铜素、flavanoid,抑制肺癌绿为百分之五十八。 番茄,还有茄红素的蔬果,例如番茄和红萝卜等,预防肺癌效果佳 一名26岁妙龄女,咳嗽将近一个多月迟迟未愈,初期以为只是小感冒,多次前往诊所看病拿药,却迟迟未见好转,到医院求诊检查 赵X光发现肺部有一场肿块,竟确诊为肺癌第三期 近年来肺癌年轻化,且不抽烟也躲不掉,长期咳嗽要小心肺癌警训,而目前最好的抗肺癌方法,就是定期筛检,早发现早治疗 肋骨痛经癌末剩8个月。 两期蛙人退伍的63岁梁先生不抽烟,身体硬朗,十年前突然左胸痛,检查发现是肺癌4期,已经转移到胃骨,肿瘤有4公分大,原本预估只剩8个月。 8个月到一年的寿命。 所幸经过积极治疗,包含手术,标靶药物治疗等,虽然期间三度复发,仍成功抵御病膜,肿瘤已消失,幸运存活于10年。 肺癌病患上有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新光医院肿瘤治疗科医师杨凯琳表示,其实早期肺癌大多没有症状,等到症状确诊时,多半已经是第四期。 一旦是肺癌末期,五年存活率期进步到二成,且肺癌特别容易转移,最常见转移到脑部、淋巴、肝脏。 其中,脑部出现神经压迫症状,类似中风,不少病人起初以为中风挂急诊,检查出脑部肿瘤,间接发现是肺癌转移。 胸腔科医师苏伊丰也说,许多肺癌患者从有呼吸道症状到医院求诊,已经是肺癌末期,一过去临床经验发现,等患者有不适症状来求诊时。 约六、七成的患者都已经是末期无法开刀,而为何这些病人都要等到末期才来求诊,原来可怕的是肺癌初期时根本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肺癌诊断当时常常已经是末期。 许多网络知识或者教科书都会告诉民众,罹患癌症时会出现食欲不佳,体重减轻,疼痛,全身倦怠,悟心,呕吐,咳嗽,呼吸困难,但是这么多年看下来发现。 肺癌初期患者常常常几乎没有以上的症状,顶多只有轻微的咳嗽症状,如此造成肺癌早期针断的困难。 一般来说肺癌病人等到有症状来求诊时,只有三成患者有机会开刀,其中更只有少少两成的患者有机会完全治愈肺癌。 肺癌会加足化。它一加三口全中标。 上述案例中梁先生的肺癌是基因细胞突变所致,而杨凯林医师也提醒,肺癌患者可能有家族集中的现象。 一名52岁吴先生的父亲因肺癌末期往生,因此吴先生便安排了健康检查及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检查,确诊肺癌第一期,索性经手术切除复原良好。 而吴先生的姐姐为确保身体状况,同样也接受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检查,竟也发现肺癌第一期。 杨凯林医师解释,若二等亲中有罹患肺癌,家属罹肺癌风险会比一般人高很多。 目前低剂量电脑断层被视为能够早期发现肺癌的检测工具,建议高危险群药定期筛检。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存活率可高达九成,因此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渐渐皆为药物,若有家族时更得格外留意。 肺癌高危险群 过去有其他癌症病史。 家族中有亲人得过肺癌,有家族肺癌病史。 抽烟或者暴露在二手腌之下。 生活在高度空气污染环境之下,常常吸入如厨房油烟,工厂废弃或交通废弃。 常常常吸入如厨房油烟,工厂交通废弃。 预防肺癌,全卫医师点名养肺4好食。 预防肺癌。 预防肺癌刻不容缓,日常饮食就有效果。 预防肺癌。 全卫医师的防癌关键饮食一书提到四种有助于保养肺部的好食物,像白色蔬果是肺部护身符,有助保护肺部和支气管。 预防肺癌。 预防肺癌刻不容缓,而海带类是优秀的身体清道肤,因为里头的成分,可吸附侵入人体的有害物质并排除皮外。 预防肺癌。 聚温热性质,可缓解咳嗽,去痰。 包括萝卜、洋葱、梨子等。 海带芽、昆布、粘液成分藻胶酸、Organic Acid,可吸附侵入人体的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微塵、农药成分等,再将其排出。 苹果、芬兰研究报告显示,苹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黄酮素、Flavinoid,抑制肺癌率为58%。 番茄,还有茄红素的蔬果,例如番茄和红萝卜等,预防肺癌效果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